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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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Bo 今天這個影片呢 是我的二月愛用品的分享 那我二月呢其實 還蠻喜歡用腮紅的 所以今天會分享比較多腮紅的東西 那假如你對我的二月品 二月愛用品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就趕快看下去吧 那首先呢一樣是從底妝開始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這個 我真的是二月超級無敵愛用的 就是這個東西 VDL的貝殼光式底乳 這應該算是有非常多彩妝師很愛用 像王一喬老師啊跟Vanessa老師 他們都有在使用這個玩意兒 請出來給你們看一下 它有個香味 不過我覺得是不討厭的香味 然後呢它擠出來是這個顏色 白色的 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推開來 你是看得到它的亮粉的 不過它的亮粉不會當非常非常的可怕 然後呢我要推開來給你們看喔 奇蹟的事情就會這樣子發生了 你們可以看到 有沒有 它肌膚反光的效果 超級漂亮喔 真的是跟貝殼一樣 就是會有那種藍白藍白的反光 非常的漂亮 而且當你大範圍上在臉上的時候 你會覺得就是 哇 你的那個肌膚的那個光澤的那個光 也太漂亮了吧 那你後續上底妝呢 也不會有那種卡卡的感覺 因為它其實 你看它剛才推開是非常水潤 但是你看推完之後它的就是 是非常乾爽的 不會有那種黏黏的感覺 然後當你上完底妝的時候 那個光澤是變得是 有點 愛愛內涵光 愛愛內涵光 那種透出來的光澤 是非常自然 非常好看的 那你後續呢也可以就是再用它 來做重點部位的加強 顴骨、額頭、鼻子、下巴 這樣的光澤感呢 都是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漂亮 這罐真的超級好用 但是你要小心就是網路上面有很多夾貨 所以大家要找那種 嗯 比較信任的買家 那底妝的部分的話呢 我在季節交替 像是春天啊秋天啊 我都很喜歡用這罐 妙巴黎的果然心肌粉底液 嗯 那這罐粉底液呢 其實我已經愛用它很久了 為什麼我會愛用它呢 因為其實它在我覺得啦 在我使用過的 開架粉底液裡面 我覺得它是表現的 算是 嗯 非常非常的好 因為呢 來我擠給大家看一下 喔我的色號是52號粉膚色 它是有 有遮瑕度的粉底液 但是我覺得它有個缺點 所以我覺得它味道太香了 除了這點以外 我覺得它沒有什麼太大太大的缺點 大家推開啦 它是 嗯它的質地呢 算是有一點稠的那種質地 但是我覺得它的 欸 怎麼沒有對焦 但是呢我覺得它遮瑕的消失效果 算是還不錯的 而且它不會讓你的臉 就是看起來是有 非常厚重的粉感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剛才的試底五 加上現在的底妝之後 那個肌膚 散發出來的光澤 超級美超級美 有看到嗎 超級美的對不對 就是 嗯 這罐粉底液啊 它除了說有一定的遮瑕度 然後 又會讓你的肌膚非常光澤以外呢 我覺得它的持妝效果 也是算是非常不錯 但是呢 假如說你是一整天使用下來 然後出油之後 它會有一點點的暗沉 不過我覺得不是非常嚴重的暗沉 算是在合理範圍的暗沉 然後對於就是我肌膚比較乾的時候 使用它也是非常的貼妝 所以假如說你是乾肌的朋友 然後又想要買開架的粉底 我覺得妙巴黎的這一款 我覺得很不錯 非常喜歡 我覺得它在開架裡面 表現呢 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罐粉底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接下來呢 我要先跟大家分享 是這個 這個 Naked的這一個 甲彩盤 這一盤最近非常的紅 因為它有在特價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一個bronzer 然後一個打亮 跟一個腮紅 然後我顏色都已經放在手上了 給你們看一下 有嗎 這三個顏色 然後裡面最喜歡呢 就是這個打亮 這個打亮真的是超級無敵 好看 就是我今天用的打亮 它的打亮呢 是那種 反射的光澤喔 它不像BECA 因為其實BECA的打亮呢 是那種非常囂張 很亮 就是遠遠就是看到你 就是highlight的部分 都是非常的明顯 但是呢 Naked的這塊打亮呢 它是好像就是讓你的肌膚 好像原本就有那樣子 反射的光澤的感覺 而且要讓你的皮膚看起來 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一個 大家可以看這個光 就是 我今天用的打亮 這塊打亮真的是非常的棒 所以假如說你不太喜歡 那種很誇張的打亮的話 可以試試看這個 Naked裡面的這塊打亮 然後呢 它的腮紅的顏色的話 很普通 不過它這個彩盤啊 它的粉呢都很細很顯色 所以整體上來講的話 都還是不錯的 接下來呢 還是腮紅 今天呢會介紹比較多這種 夾彩的東西 因為我這個月很喜歡買夾彩的東西 是Milani的腮紅 然後顏色呢 是01號 Romantic Rose 這個腮紅呢 非常會大大大大大大米 大顆 很大顆 很大顆 你看跟我的手長差不多大 然後很便宜 這個腮紅呢 相信大家跟我一樣 看到它的時候 好像覺得它好像 很普通 不會特別覺得它很好看 然後當一排腮紅放在一起的時候 你也不會特別注意它 但是呢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顏色 這個 這個呢就是它的顏色 超級好看的啦 這個顏色 放在旁邊 對比一下 呵 它的顏色呢 是 嗯 我覺得啦 是有一點 帶 裸粉色裸粉色的那種感覺 它上在你的臉上呢 是 自然的 紅潤感 然後又帶有一點 知性成熟的感覺 不像那種很粉嫩的 腮紅會讓你呈現可愛的感覺 不不不 它是那種知性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上班族超適合這塊腮紅 而且它是那種 你日常不知道要擦什麼腮紅 擦這塊就對了 那種感覺 跟 X-POSE有點像 喔 啊我睹到它了 靠 壓回去 我來畫X-POSE在它旁邊給你們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這個是X-POSE 然後這個是 MILANI的ROMANTIC ROSE 大家可以比一下 X-POSE它又更紅了一點 然後ROMANTIC ROSE的話 我覺得 又更自然一點 在臉上的效果 會更自然一點 不過我覺得這兩個顏色呢 我都非常的喜歡 都是那種日常呢 非常好搭的顏色 是最後一塊腮紅了 就是 這一個 NARS的 Impatient 是這樣念吧 Impatient 就是它的春彩 這塊腮紅呢 擦上去馬上有春天的感覺 我今天是用那塊腮紅 NARS他們家的粉類產品 我都非常的喜歡 像是眼影啊 腮紅啊 甚至眼影打底膏 我也很喜歡 但是呢他們最近出了一款 我覺得好像還蠻厲害的底妝產品 我之後會再去試試看 非常粉嫩喔 有春天氣息的感覺 這塊腮紅呢 我非常的喜歡它 應該還蠻明顯的吧 我今天的腮紅的顏色 讓你一秒變粉嫩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是 每一個膚色都可以使用的腮紅 而且它不是限量的 眼影是限量的 超討厭 不過這塊腮紅沒有限量 它擦上去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看的顏色 你單看它你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顏色會不會擦了有差跟沒差一樣 不過你錯了 它擦上去呢 就是淡淡的粉色 非常非常淡的粉色 是自然好氣色的那種淡粉色 我覺得是非常的好看 欸我覺得用自然光的缺點就是 那個日光照過來的時候就會偏黃 然後沒有日光的時候 又就是非常正常的顏色 好奇怪 好接下來呢是眉毛的產品 大家都知道我的眉毛真的是非常的難搞 因為呢我的眉毛會自動性的挑眉 所以就算好了 我的眉毛是畫的一模一樣 但是我只要一講到激動處 或者是 嗯 本來就只要講話我的眉毛就會有挑眉 我已經抑制它不要挑 但是它會一直挑 對 這一支 這個 KATE的眉筆呢我覺得很好用欸 就是它在眉毛上面是非常好上色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頭呢是做很扁很扁的頭 是那種細長方形的 我覺得它這個呢很好畫角度的地方 或者是你要瞄邊什麼之類的 都非常好瞄欸 我覺得這支眉筆幾乎沒有任何的缺點 好上色 然後要暈開也很好暈開 而且重點是 這個顏色呢非常合我的眉毛 價錢也不貴 我覺得它在開架裡面的眉筆 我算是覺得非常好用的 而且呢 它的另外一頭啊 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另外一頭呢就是眉粉 它另外一頭是眉粉 所以一支有眉筆又有眉粉 超級棒 接下來呢 眼影底膏 噔噔 是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MAKE的Pan Pot 然後我的色號呢 是Soft Ochre 這樣念嗎 應該是吧 反正我會把名字打在下面的資訊欄 這個底膏呢 我真的是覺得它超級好用 它的顏色呢就是這種米黃色 這種米黃色 它的這個修飾效果呢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它的顏色的話呢是這樣子 這個顏色 它的顏色是這個顏色 就是非常融合我肌膚的顏色 然後我覺得它的抓粉 就是後續的抓粉力呢 非常的強 而且它真的真的是 修飾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 就是我一支有畫一支沒畫 那個效果真的差很多 然後我通常都不是用手去上這個底膏 我都是用這個 Sigma的3D HD的遮瑕刷 因為呢我覺得它拿來遮瑕 真的是太難用了 超難用的 然後我 又打嗝了 然後我就想到說 欸Nikki好像有用這支刷子來上 就是 眼影提高 結果呢 我告訴大家 它跟它根本就是絕配 因為它大家可以大家知道 就是3D HD是有角度的 它是有角度的 所以呢送在眼皮上面呢 是非常棒的 而且就是你畫完眉毛之後啊 你用它你剛好也可以修飾掉一些畫不好的地方 超級剛好 我覺得它這個對眼皮的size很剛好 Dark Pen Pops 100分絕配 唇彩的部分呢 我最近呢很喜歡用的呢 是Dior的這個 銀釉水感唇膏 然後我色號呢是479 就是我今天唇上的這個顏色 它薄擦跟厚擦顏色會有差 有差別啦 不過幾乎上不會差太多 它顏色呢是這個顏色 大家有看到嗎 這裡質地偏黏 比較黏一點 但是它是非常的顯色 然後滋潤度的話我也覺得還ok 不過呢 假如說你是常常要騎摩托車啊 或是很討厭黏的那種唇彩的話 我覺得那你就不要買銀釉水感了 因為銀釉水感 銀釉水感 哈哈哈哈哈哈 銀釉水感真的是蠻黏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質地真的是 就是 有那種 bub 那種聲音你知道嗎 這種是黏的聲音 以上呢就是我二月的 愛用品分享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見囉 Bye 順便跟你們分享一下我最近很愛喝的飲料好了 它叫做軒院 軒院 在新竹光華街附近 它名字超響亮的喔 主打一杯入魂 也是啦我自從喝了一杯後就非常喜歡喝 掰掰